我六岁被评为天才 八岁被母亲亲手送入暗杀组织 十六岁就成为暗杀协会首席 一人一刀将组织的敌人全部送进了地区 可就在我完成母亲的心愿 将暗杀组织送上地下世界的王者宝座后 我却被母亲一刀捅穿了心脏 看着胸前刺处的刀刃 我艰难地抬头看向俯视自己的母亲 为什么妈妈让我暗杀的人 爷儿都杀了 是爷儿还有什么做得不好的事吗 你做得很好 母亲缓缓蹲下身 伸手抚摸我满是血迹的领带 露出慈祥的微笑 只不过你做得太好了 看着血泊中的少年 他还是忍不住有些动物 毕竟是他亲手抚养长大的样子 只是可惜 这小子成长速度太快 短短几年 变成了地下世界暗杀协会首席 要不是精神有问题依赖着他 他还真的没有机会动手 是吗 摊在血泊上的我 听到母亲的认可 露出了柔和的笑容 但随着血液的流失 让我感觉到全身冰了 妈妈我好冷 放心妈妈会一直在你身边 母亲安慰着我 当你再次睁开眼睛 看到的就是妈妈 渐渐的我失去了意识 时间不知过了多久 我再次听到声音 我睁开了模糊的眼 看到了一位美丽的女子 这是前世 母亲的声音在我脑中回荡 那是妈妈 我歪着小脑袋 盯着眼前浅红瞳孔白色头发 长长耳朵的美丽少女 然而不等我多想 那些和我一样的绿皮胳膊龄幼崽 以极快的速度 向着我的母亲扑了过去 我立马扑了上去 死死将其压在身下 被压在身下的哥布林幼崽死 命挣扎 而我凭借上一世杀手的本能 掏起附近的石头 往哥布林幼崽的脖子砸了过去 也在此时 世界之音在我的脑中响起 恭喜你 在出生之时 便以雷霆手段击杀同类 你犯下了诛杀同类的罪 你犯下的罪孽开始累积 你的恶名记录已明刻 星空之上 你获得技能恶食 恭喜你击杀了哥布林幼崽 基于你技能恶食的效果 获得了一点力量 声音落下的瞬间 一股强烈的饥饿感 袭遍我的全身 但这股饥饿感 并没有给我造成什么影响 我歪了下头 很快便无视了 刚才脑中回荡的声音 看向角落出的每一哨女 银白的发丝 顺着那破碎的衣服滑落 略长的耳朵 显示着她精灵的身份 那如红宝石般的双眸 满是畏惧以及厌恶 与生俱来的亲切感 让我情不自禁地开口询问 你是我的妈妈吗 听听到我那沙哑难听的声音 精灵接连后退 卷缩在角落瑟瑟发抖 微微抬起的余光 满是对哥布林对我的怨恨 精灵的反应 并没有对我产生任何的影响 我抚摸着链接自己的期待 竟然露出了诡异的微笑 我果然是你的孩子 注意到我那诡异的目光 罗里精灵害怕地 蜷缩着身体躲在角落 看着眼前自己生下的丑陋孩子 余光撇过那被我杀死的 哥布林幼崽 他是被吓傻了 但不是真的傻 刚刚我是在保护他 受其他哥布林的伤害 但为什么会保护他呢 为此他微微抬起头 见到的是其余 向他缓缓靠近的哥布林幼崽 冲着他露出猙獰恶心的 笑容那恶心的目光 仿佛要将他整个人 舔尸一遍 死定了罗里精灵 一脸绝望 此刻的他 因为刚分明的缘故 根本没有多余的力量反抗 也在此时 一只的哥布林幼崽 忽然对我发动攻击 这一瞬间 罗里精灵想着 死了也好 但几乎是本能的 又不知是什么力量 让他动起来 并伸出手 将我保护在怀里 拳头落在了精灵罗里的身上 一口鲜血 从罗里精灵口中吐出 他也不知道 为什么身体就动起来 或许是因为这孩子 是他在这地狱巢穴之中 唯一的危机 而忽然被妈妈抱在怀里 我很是高兴 妈妈已经好久好久 没有抱抱他了 这股温暖的感觉 正是我所追求的 是一滴滴液体 让沉迷于温柔香的我 回过神来 我缓缓抬头 随后瞪大双眼 看着嘴角流下血液的妈妈 一股前所未有的愤怒 涌上心头 我嘴里发出难听的声音 罗里精灵听不懂 但反应过来 自己此刻怀里的是哥布林 后下意识地松开了手 罗里精灵面色惊恐 那红宝石般的双眸 满是迷茫与厌恶 我并不知道 那眼神的目光是何意思 因为没有人叫过我 从我出生即时开始 便一直接受暗杀者的训练 抹去所有无用的感情 成为只会接受命令暗杀的机器 我被灌输的唯一情感 便是听命于母亲 没有犹豫 我立马扑了上去 举起拿起石头的手 对着哥布林脆弱的脖子 狠狠杂取 哥布林幼崽直接倒地 痛苦挣扎着没有停留 我立马骑在哥布林幼崽的身上 对着他的脑袋就是一 顿杂 直到世界之音响起 恭喜你击杀了哥布林幼崽 基于你技能二十的效果 你获得了一点速度 所以围挺手段率先解决 一人 直接震惊了在场所有的哥布林幼崽 毕竟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 哪怕是以生性残暴著称的哥布林 也是如此 就连一旁的精灵 也被我的行为和力量 震惊到说不出话 一股一样复杂的情感 在精灵脑海里涌现 我并没有注意到 罗里精灵的目光 从地上站起来 擦了擦脸上 血迹也在此时 其中哥布林幼崽 率先反应过来 冲着我发出愤怒的声音 只在一瞬间 我便已经来到了那幼崽的身后 等幼崽反应过 想要回头 已经来不及了 我拿着早已染满鲜血的石头 对着那哥布林幼崽的弱点后脑勺 狠狠地敲击下去 世界之音响起 力量再次得到提升 我却没有什么感觉 此刻我的脑海之中 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把这些企图玷污 伤害他妈妈的哥布林幼崽 全都杀了 接连死去两个人 众多哥布林幼崽终于反应过来 一窝蜂地向着我冲了过来 巢穴一下子变得混乱起来 四周的分娩完成的女人 蜷缩在角落墙角瑟瑟发抖 看着他们生下的孩子 自相残杀 却没有一点去帮助他们的想法 有的只是怨恨一份 他们恨不得这些怪物全都死掉 看着无数冲来哥布林幼崽 我的眼眸之中没有慌张 有的只是冰冷的杀意 石头在我的操作下 成为杀哥布林幼崽 力气一下一下 精确地敲击在哥布林后头 勺之上 世界之鹰 一直在我的脑海之中回荡 不断地增强我的力量和速度 其中一只哥布林幼崽 在看到一只只的同类 倒在自己眼前 也终于意识到了实力上的差距 开始四处逃窜 攻手转化 甚至一些哥布林幼崽 躲在那些生下他的母亲身后 以此作为威胁 似乎是在女人身上 看到母亲的影子 我停下了脚步 而女人身后的哥布林幼崽 见到我停下了脚步 觉得自己很聪明 开始兴奋地叫嚣 哥布林又在一把抓住女人的头发 疼痛让女人回过神来 想起那几天的噩梦 一股对于哥布林的滔天恨意涌上心头 让虚弱不堪地他喊出话来 杀了 他连我一起杀了 那早已干枯的泪水涌现 湿润了女人的眼睛 之后 从那迷糊不清 争鸣瞳孔的脸上流下 求你了杀了我 杀了这些畜生 女人无助绝望地哀求 让在场的女性们感同身受 一声声微弱地哀求 变得是女人眼里深处 对于哥布林一族深深的怨恨 一声哀求的话语 一声声脆弱的讨伐声 并未让我冰冷绿色的脸有半分动容 换来的是她身后哥布林又在的嘲笑 哥布林又在兴奋的大笑 牢牢抓住女人的头 不让她离开自己的身边 她缓缓探出头 然而见到的 却是迎面向她袭来的石头 下一刻 那只躲在女人后面的哥布林又在 脑袋如同西红柿摔烂在地上 剑出的血液如鲜花般绽放 女人呆呆愣在原地 此时 世界之音接连不断地在我的脑中响起 恭喜你在刚出生阶段 以破纪录的速度 击杀同类者高达几十位 你连续犯下了屠杀同类的罪 你的罪孽开始累积 你的罪状记录已鸣刻星空之上 陷赋于你专属技能补食 下位技能恶食 已被统合进你的专属技能补食之中 此刻我能清晰地感受到身体的变化 还有那股强烈的饥饿感 在恶事消失的瞬间 也一并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那来自灵魂深处 捕杀一切 吞噬一切的渴望 另外一边 全程目睹了这场屠杀的精灵 彻底地呆住 哪怕在他悠久的记忆之中 也没有听过 有这样事情的存在 一个幼崽 为何有如此的力量 感受到身体变化 停下的我 缓缓睁开了眼睛 此刻 除了我之外的最后第二只胳膊铃 正一脸惊恐地看着我 跪在地上不断地磕头 企图用这样卑微的姿态 换来我的脸 然而他的这招用错人了 在我眼里 只要确认暗杀目标 遇到什么事情都无法动摇 直到暗杀对象死亡为止 这便是妈妈向我灌输的理念 我毫不犹豫与举起石头 就在砸落的时候 那哥布林幼崽 身埋在地上 卑微如土的脸上 露出争鸣且得意的笑 哥布林幼崽尖叫一声 下一刻他整个人变成黑色 砸在他身上的石头 没有一丝效果 紧接着 那哥布林幼崽 整个身子融入影子之中 再次出现的时候 屹立在我的身后 几乎是同时 我反手对着那哥布林幼崽的头 就是一下猛进 失去头的哥布林尸体 挡下半孙儿 来的是那熟悉的世界之一 恭喜你击杀了哥布林幼崽 基于你技能捕食的效果 已获得了该哥布林幼崽的技能潜移 也在此时 那陈旧的木门被打开 一寸光照射进来 照亮了昏暗漆黑的房间 走进来的是两位成年哥布林 身后 还跟着一位拿着法杖的哥布林 一打开门 一股强烈的血腥味 便扑鼻而来 然后 他们见到了 让他们目瞪口呆的一幕 只见原本用于生育的房间 横七竖八躺着他们 哥布林幼崽的尸体也在此时 一声叫喊 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只见在隐秘的角落上 还存活着两只哥布林幼崽 只是这情况有些不对劲 那站着的哥布林幼崽 此刻正举起染血的石头 对着那摊坐在地上的哥布林幼崽 助手哥布林萨满 率先发现了不对劲 大喊一声 身旁的成年布林听到声音 立刻动了起来 我见此加快了动作 就在石头要砸过去的时候 一只手拍在我的手上 石头脱手掉落 另外一只成年哥布林 想要抓住我的脚 见此我跳起来 直接躲开了成年哥布林的偷袭 同时凌空一击 踢到了空中的石头上 石头以极快的速度 贯穿哥布林幼崽左眼 让其疼的在地上打滚 我落地后 看到那哥布林幼崽没有死掉 没有犹豫 立刻上去 一旁的成年哥布林 见此立刻反应过来 如其手臂想要抓住我 下一刻 一把沙子从我的手形抛出 遮挡住成年哥布林的视线 紧接着一块石头 精准落在一只成年哥布林的眼睛上 也在这片刻的时候 我已然来到了那哥布林幼崽前 就在我要得手的时候 一旁一直沉默的哥布林萨满出手 只见一只蓄力的法杖被挥动 一股淡淡的绿色光芒洒落大地 紧接着从地上冒出无数藤蔓 将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的我 捆绑在宫中 我看着束缚住自己的藤蔓 眼中充满了疑惑 成年哥布林 在见我被束缚之后 脸上露出猥琐的笑话 区区幼崽也敢这么嚣张 成年哥布林拿着木棍 面子争鸣 想要杀了眼前这个奇怪的哥布林幼崽 不料也在此时 精灵忽然从角落扑了过来 我抱在自己怀里 闭上双眼 原本在奋力挣扎的我 在感受到妈妈的温望后 一下子愣住 让我不自觉地放松下来 就在木棍要落下的时候 一声大喊 叫住了成年哥布林助手 木棍停在了距离精灵头顶三灵里处 成年哥布林不爽 看向身后叫住他的哥布林萨满 到这家伙阻止我干嘛 他可是残杀了几十个同胞 我已经通知将军了 哥布林萨满 只是淡淡地看了低级哥布林一眼 随后走到那临死的哥布林又在身边 这件事自有将军 说着哥布林萨满 也不跟这些低级哥布林多说 一心帮维尔还活着 哥布林又在恢复伤势 在听到将军后 成年哥布林咬牙 就是再怎么愤怒 也不敢再对我怎么样 但他还是无法平息心中的怒火 忽然 他的视线放在了抱着我的精灵身上 眼中的贪婪淫荡静险无疑 成年哥布林缓缓靠近 似乎是察觉到了什么目光 精灵的身体颤抖了下让 沉迷温柔向着我围过神来 便看到了 又有人在给予我的母亲 心中的怒火再次被点燃 看到我的表情 成年哥布林发生大笑 还小心地看了身后的萨满一眼 发现对方没有什么表示 于是更加地放荡起来 要让你亲眼看着你的妈妈 成年哥布林的话还没有说完 一颗石头从他的头擦过 你再说一次 我正脱开藤腕的束缚 冲向成年哥布林 双手抓住一个人 挂在成年哥布林的手上 紧接着一个用力 整个人旋转起来 带着成年哥布林的手臂 一起旋转永驱 下一刻 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 成年哥布林的手便被我给卸了下来 剧烈的疼痛 残遍成年哥布林全身 疼得成年哥布林在地上打滚 另外一只成年哥布林看不下去 上前举起石斧 就在要砍下去的时候 一声庄严的声音 让他硬生生止住 因为那是将军的声音 只见一位成年人 还要大上一圈 全是充满肌肉 身披铠甲 脸上有一道刀痕的巨打哥布林 带着无尽的威严缓缓走来 看到哥布林将军 成年哥布林瞬间跪了下来 述说这夜言的残暴 很辣将军 你一定要为队伍们做主啊 此子刚出生便残杀几世 同胞的信物绝对不能留 将军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们一眼 便打断了他们的肃骨 被刚出生的幼崽打成这样 你们也好意思在我这告状 哥布林杀你 说哥布林 萨曼杀点了点头 将事情的经过说清楚 听到一切 将军的视线 落在保护在精灵身前 幼小的哥布林上 瞬间仿佛是看 到了什么 他那犀利的双眼 闪过一丝震惊 面色在一瞬间产生了变化 不过很快就被掩饰下来 就是你杀了幼崽了 将军的眼神死死盯着我 仿佛要从中看出什么 我死死不在妈妈身前 没有说话 不敢有一丝的放松 不会说话 将军微微皱眉 也在此时 一旁的哥布林萨满沙走上前来 提醒到那个将军 幼崽不会说话很正常 至少要摆脱幼崽期 达到成长期 哥布林将军 仿佛恍然大悟 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这还是他们那个杀法果断的将军 哥布林萨满迟一片刻 询问该怎么处理这哥布林幼崽 将军看了眼明明刚出生 没有吃什么东西 还经历了场屠杀 苦苦支撑的我 沉默了片刻 到一切正常好 说着 哥布林萨满带着两成年哥布林 走出的房间 吩咐了一下门口的哥布林 警告两成年哥布林 然后看了叶炎一眼 跟在将军的脚步离开了 似乎是茶卷没有危险 叶炎的身体终于到达极限 他倒了下去 迷糊中 叶炎感受到了熟悉的温软 顺着身体的本能 他养了下去 精灵抱着叶炎 那早已经哭得干枯的眼睛 再次涌现出了泪珠 你你不要死 不要再把我 独自留在这昏暗的巢穴中了 精灵抱着哥布林 又在哭着 另外一边 将军跟在哥布林将军 身后的哥布林萨满杀不减的发生疑惑 面对这种一出生就攻击同毒的异类 我们不应该杀了吗 那个 仿佛是怕将军生气 哥布林萨满 冲到我不是在质疑将军的决定 只是我认为 我们不需要这种哥布林萨满的话 哥布林萨满的话 哥布林将军停下了脚步 回头看了一眼一份甜音的哥布林萨满 沉声道 我在那小子上看到了资格 资格哥布林萨满疑惑不减 没错将军点了点头 双眸目视森林之外的某处 眼神之中带着丝锥 一等成为王的资格 什么听到将军的话 哥布林萨满大惊 王的资格 也就是说 那孩子刚出生 便身怀王之种 特殊天赋 王之种那所有人梦寐以求 成为王所需要的必备条件 只有身怀王之种的生物 才能拥有成为王的资格 成为王的预备军 无数哥布林将军 梦寐以求 花费上百年光阴都无法获得的资格 居然出现在一位刚出生的哥布林身上 要是让其余将军知道的话 这平静很久的森林 又该掀起兴风去 甚至一些种族 特别是人族 恐怕都会想方设法地击杀那又走 毕竟 一个拥有王的种族 和没有王的种族 那可是一个天一个地 他们哥布林 正是一直没有王的存在 才会沦落于此 想当初的哥布林帝国 是那么的威王 但其实 并不是所有的哥布林 都想要王的诞生 他们只是 想要自己成为王 想到这 哥布林萨满杀 小心翼翼的皮尔将军 不知道将军到底在想什么 所以该说什么 不该说什么 不用我说的吧 属下知道 哥布林萨满微微点头 迟移了片刻 接着到那王 哥布林萨满的话还未说完 便被一股可怕的杀意锁定 瞬间把纲 才要说的话 昏入腹中 丝毫没有犹豫 直接改口闹 那剩下那生下幼崽的精灵该怎么办 按理说 既然是王的生物 理应得到全族最大的尊重 但他们可是哥布林 根本没有所谓生物的概念 雌性在他们眼里 不过是繁育后代的工具 最关键的是 他们哥布林 也并没有雌性的存在 只能借助其他的雌性 繁衍后代 这也是他们大哥布林帝国 灭亡的一个原因 得罪了太多的种族 只要看到他们 第一反应 都是直接将其消灭 也不出哥布林萨满所想 哥布林将军没有犹豫 眼中闪过一抹吝啬 倒身为王 自然不需那种所谓的生物 可是那小子似乎很依赖 想要保护那精灵 恨哥布林将军冷哼一声 那就更不能留下他了 王不需要弱点 不过哥布林沉塞了片刻 到这件事不急 在王还没有足够实力之前 那精灵可以留着 先留着 至少在那家伙摆脱幼年妻之前 还需要那只精灵 扮演母亲的角色 是哥布林逼下头 那张绿色的脸上 不知在想什么 哥布林将军 只是看了萨曼沙一眼 便不再理会 精灵少女 最终接受了眼前 一出生就保护着她的孩子 细心地照顾着夜言的一切 在那之后 他们便被带到了一间房子 与其说是房子 不如说是监狱 由金属制成的铁栅栏 囚禁着一位一位少女 长长的房子 每相隔两屋 便用墙壁 隔出一个个正方块的小房 在走廊的两边 都有哥布林驻扎 并且这些妇女 在进来之后 都已经种下了巫术 一种操作魔 法防止他们 掐死哥布林幼崽 并迷幻他们的心智 抚养幼崽 哥布林的成长周期很短 只需要三个月 便能结束幼年期 进入成长期 这也是哥布林 之所以能在大陆上 快速繁衍 生存 如蟑螂一样 遍布整片大陆的一个原因 疑奇怪了 一位拿着法杖的老者 看了眼专心 喂养哥布林幼崽的精灵 挠了挠绿色脑袋 我已经吓了 哎呀不管了 好累呀 等一下干完就去来一发 说着老哥 布林撒满一脸淫荡 透过铁门视线 扫了下在里面的少女 不知一双幽暗的双眸 死死地盯着她 时间一下子过来一个月多 叶炎的个子也长高了不少 也弥补了刚出生时候的亏欠 接下来的几天 精灵一直在照顾叶炎 她几乎做到了该做的笨拙 母亲该做的一切 而叶炎作为她的孩子 也理所当然地享受着这一切 享受着这在她记忆里 没有的幸福时光 直到她再次能动了 这身体虽然弱 但成长和恢复速度 都超乎了她的想象 甚至有一种神秘的力量 在改造着她的身体 还有这一只 悬浮在她眼前的东西 名字叶炎 种族低级哥布林阶段幼年期 力量19速度 20-20魔力 一技能潜移 专属技能古时 天赋气息隐蔽语言精通 特殊天赋王之种 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 来叫妈妈 精灵生疏地 对着怀中的叶炎呢喃着 妈妈叶炎生疏地 模仿着精灵喊道 嗯 是妈妈 精灵擦了擦眼角泪珠 叶炎能感受到她的守护 想到这 叶炎熟练地从妈妈的怀里下来 坐在她的身边啊 这一个月 叶炎一直长大 哥布林的成长速度 远远超乎常人 这也是哥布林 就算面对几乎所有种族敌人 是还能像蟑螂一样 不被灭族的原因 高繁衍快速生长 成长周期短 种种加起来 让哥布林变故大陆的每个强落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她能感受到 随着时间的推移 妈妈越来越害怕 不知道为什么 就比如喂出来了几只 哥布林停在了门口 像是住在夜沿对面的女人 开口喊道 我我不要 女人似乎是知道 被这些哥布林带出去 意味着什么 整个人蜷缩在角落 身体颤抖 双眼空洞无神地重复着 嘿嘿 这可由不得你 咔嚓门被打开 几只成年哥布林走了进去 回首哥布林上前 一把抓住女人的手 女人仿佛受到了什么惊吓 与或是想起了什么 疯狂地挣扎着 不不要我 我才不要去那种地狱说 女子猛然超出 藏着背后拿着石头的手 猛地向哥布林砸了过去 抓住女子手臂的哥布林 正顿时遭到了重击 该死 见自己的手 被划伤的哥布林大怒 死见东西 啪一巴掌 直接甩到了女人的脸上 将女人的脸颊抽得肿了起来 阿女人痛苦地惨叫 但是并没有停止挣扎 反而更用力地反抗 哥布林一边扇她耳光 一边还要继续说话 你就好好享受吧 这里的每一个哥布林 都会让你愈先愈死 紧接着哥布林 解开下半身衣物 露出绿色大剑 不要阿剑 此女人拼命地哀求 丝毫不能阻挡哥布林的动作 不不要啊 女人痛苦嘶吼着 但这丝毫没有让哥布林停下动作 嗯 就在这时候 叶炎的视线被遮蔽 耳朵被一双温柔的手捂住 让她看不到 也听不到那个女人被干了什么事 其实对于叶炎来说 不管是那些哥布林 又或是那些被关起来的女人 都和她没有一丝的关系 哪怕她们都在自己的面前死去 叶炎也不会出现一丝情绪变化 只要只要妈妈她的身边 她就满足了 可是为什么妈妈的身体在颤抖 为什么妈妈的眼眶中冒出泪花 妈妈你这是怎么了 叶炎勉强地从那两团白花花的满头 探出脑袋 看着哭泣的妈妈 扭头疑惑 每当这样 妈妈总是会抱着她 这已经是这个月的第十次 刚才的那个女人 你是这里的倒数第二个 叶炎不知道这代表着什么 她只知道妈妈似乎在害怕 可是害怕是什么呢 为什么在害怕 妈妈教过她 透过别人的面容行为举止 就能判断 那人此刻的状态 是暗杀的基础 只有了解暗杀对象的所有情绪 加以判断 才能将暗杀几率提升到最高 就比如一个人面露争名 便是愤怒的表现 这种情况下 通常会让人的最基础的判断力减低 乃至丧尸 对于这样的人 就要将其的作战预期下降 以达到精准预测对方的目的 但却没有人告诉她 这种到底是怎么样的感觉 叶炎不理解 哈哈怎么了 一旁听到叶炎话的哥布林 就忽然大笑 当然是因为 后面要成为我们的玩具了 哈哈哈哈 哥布林露出淫荡的笑容 视线如舌头般 将晶莹的玉体全都舔了一遍 真是期待啊 呜呜不要 仿佛是想起了不好的回忆 精灵松开了夜言 双眼空洞无神 仿佛对于未来的生活 失去了活下去的希望 才才不要 她双手抱着膝盖 眼泪哗啦啦地掉了下来 她难道又要回到那个地狱 她不要她才不要 而且她这是在干嘛 扮演着哥布林的母亲 真是傻呀 精灵将她那裤得花白的脸 深深地埋入膝盖之下 耳边是那又刺耳又难听的声音 她听不懂 但不知道为什么 听到这声音 却让她有种安心的感觉 她是不是要疯了 她是不是被抛弃了 为什么为什么还不来救她 这不是明知故问 她早就已经被抛弃了 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 妈妈你哭了 就在这时候 一只绿色的小手 伸疏着抚摸她的头 让她原本快要失控的精神 恢复了平静 原来她不是一个人吧 妈妈不要哭了 夜言用着绿色的小手 为了推她的母亲 妈妈能不要哭吗 她不明白 妈妈为什么要哭 但看到妈妈哭她的这里 夜言缓缓 将手放在心上就会疼 她不想让妈妈哭 黑黑与其相对应的 哥布林却十分地享受 精灵那痛苦绝望的表情 你就好好享受吧 一想到再过几天 她们就能享受 精灵那绝美的肉体 成年哥布林 露出淫荡的表情 再过几天 你的妈妈就是大家的妈妈了 哈哈 为首哥布林症的话 引起了众多哥布林的欢呼 事实上在这里的哥布林 那一个不想尝一尝 这极品精灵的味道 只是碍于将军的权威 她们才没有丧失理性地冲过去 不然的话 一旦被她们抓到的女性 都会在第一时间 便灌成奶油泡沫 生不如死 走喽最终 哥布林症 带着全身 浸泡着奇怪液体的女子 走出了喂养房 妈妈你这是怎么了 不管叶岩如何呼喊 妈妈都没有回应 是那些家伙的错 要是她们没有来 妈妈就不会不理会她 叶岩面色阴沉 看着离开的哥布林们 在心中记下了那为首的哥布林 妈妈哭了 妈妈是因为那家伙哭的 那么是不是只要杀了那家伙 妈妈就不会哭了呢 所以都是她们的错亨 一旁监视叶岩的哥布林 一脸不爽 看着叶岩道 小子你能享受的 也就这几天了 听到那成年哥布林的话 精灵的肩膀不由地差一天 眼中的光芒又暗淡了几分 叶岩没有在说什么 只是抓住妈妈的手 夜幕降临 四周寂静 因为人几乎都被带走的缘故 此处的守卫变得薄弱 只有几位零散的哥布林在训练 对付一只背下了巫术的精灵 根本不需要多少哥布林 况且 此处位于哥布林巢穴身处 根本不可能有奴隶逃脱 至少 从将军统领这个哥布林巢穴到现在 没有奴隶逃出去 昏暗的走廊上 一只成年哥布林一脸愤愤 骂骂咧咧地走在路上 哥布林症 也就是白天负责带走女人的 为首哥布林按骂一声 走到门卫边上 我来接班了 门卫哥布林 在看到哥布林症后 有些惊讶 哥布林症 你怎么来这里了 不是负责第三巡查小队的吗 妈的别提了 哥布林症一脸不难 反挥了挥手 也不知道是谁打的小报告 把我在未养房上了一个雌性的事 告诉了将军 然后就把我剪直了 哥布林症一脸愤怒 全都神情猙獰 要是让我知道是谁的话 我非要他一点好看 哈哈 那只哥布林 听到哥布林症的话 忽然哈哈哈哈大笑起来 你也真是的 去反眼房再干也行 或许走几步路 找到隐蔽的地方 直接上也可以 非要原地干 这不被举报了吧 自哥布林将军统领以来 他们再也不能随心所欲 至少在巢穴上不能 好像说这是什么规矩 说了些国有国规 家有家规 巢穴有巢穴的规则 这样才是一个正规的巢穴之类的话 反正他是听不懂的 不过也没有关系 只要听从将军大人的话就可以了 你懂个屁 我又不是那些猴子 想上当然就上 哥布林正义也嚣张 他特别讨厌这种被束缚的感觉 回想将军没有来的时候 那真是要多自由 有多自由啊 想要上谁就上谁 就算完坏了 大不了直接丢了再抓心的 门卫哥布林也没有多言 将长枪递给哥布林正 到那么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不要再违抗将军大人的命令了 不然下次可不是降职的事了 滚滚滚哥布林正接过长枪 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我有分寸 眼看哥布林离开 哥布林正拿着长枪守着大门 没有一会 他就感受到 胯下又痒了 之前在巡察队 还能时不时打点瘾 现在在这里哪里走 妈的但他环顾四周 发现没有什么人 本来想要进去 悄悄拿那精灵解决的 但想起了将军的吩咐 并且房子里面 还有其他的哥布林 保不准他们会告命 再加上分泌之中 再照顾幼崽的雌性 可是将军明令禁止的 要是被发现的话 他的小命也就到头了 一阵思想斗争后 哥布林正忽然灵光一闪 早上 不是还俘虏一些 自称为冒险者的人吗 显然大多被吓了无数 没有什么反抗能力 现在还在奴隶房中睡着吗 说是要等他们醒来 问出什么 让所有人先不要动 在哥布林正典里 这些人的价值 就跟畜生差不多 能问出什么 雄性杀了 雌性上的就是 其中最主要的事 那些冒险者中 漂亮雌性还真不少 偷偷带走一个丸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再加上守着那些家伙的事 他的败把子兄弟只要干 玩够了 不要玩坏了 再还回去就可以了 能行几乎没有犹豫 哥布林正毫不犹豫 离开守着的大门 不到片刻的功夫 便带来了一位昏睡的女人来 女人的身形苗条 用黑布蒙住嘴 身穿黑井 身裤黑衬衫 蓝发如瀑布般 散落在兽皮上 即使在睡眠中 也透露出一种 不易察觉的力量感 腰间佩戴的短剑 在月光下闪烁着寒光 与它沉浸的气息 形成鲜明的对比 夜幕低垂 如同一块巨大的黑色绒布 悄然覆盖了整个天空 墙壁之上 一盏盏古油灯 在微风中摇曳 忽明忽暗 散发出淡淡的黄光 为着昏暗的房间 投下一片暖色的光影 灯火的映照下 墙壁上的斑驳痕迹 和角落的阴影 都显得格外清晰 房间内出现了 很奇葩的衣 沐一只白发精灵萝莉 抱着一只矮 它一个头的胳膊龄幼崽 那幼崽毛茸茸的身子 在它怀中 显得格外娇小 两人就这样相依相威 沉沉地睡去 白发精灵的肌肤 如雪花般纯净 在灯光下 泛着淡淡的光泽 那双清澈透亮的眼眸 此刻紧闭着 长长的睫毛 在脸颊上 投下两道淡淡的阴影 夹起眼角边上 还残留着胃干的泪痕 那泪痕在灯光下 闪烁着微弱的光芒 也在此时 那只被抱着的胳膊龄幼崽 长长的睫毛 微微颤动了一下 随后 它缓缓地睁开了 那双黑亮的小眼睛 眼中透露出一种 与年龄不符的犀利 冰冷乌妈妈 丽雅丽雅 不想要学习攻击魔法 精灵罗莉在睡梦中 嘻喃着 她的声音轻柔而带着一丝丝颤抖 仿佛是在向谁倾诉着 内心的恐惧和不安 她蜷缩着身子 拇指放在嘴中 一丝丝晶莹的口水 顺着指尖流下 在灯光下闪烁着晶莹的光芒 哥布林又在夜眼 静静地看着她 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她轻轻地动了动身子 想要从精灵罗莉的怀中 挣脱出来 但却又怕惊扰了她的梦境 她就这样静静地躺着 听着她梦中的泥男声 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情感 丽亚想要让花再次盛开的魔法 呜呜不打打力 精灵罗莉的泥男声 渐渐变得模糊起来 她的呼吸也变得更加平稳 似乎已经陷入了深深的梦境之中 夜眼看着她安静地睡眼 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温暖 露出一丝微笑 妈妈能力 我马上回来 紧接着夜眼整个人融入 影子之中 从妈妈的怀中离开 她获得的这个奇怪能力 也就是技能前影 有很多的限制 其一就是传送距离短 其二便是 只能在阴影下使用 最主要的 还是只能传送自己 无法携带多余的东西 简单来说 就是 不能携带超过自己身体重量的物体 无法带着妈妈走出去 方便自己的同时 局限性也很强 但确实是一个极其强力的技能 特别是在夜眼的手上 夜眼利用前影 轻松从房间牢笼内离开四周 因为这里人被陆续带走的缘故 警戒变得弱伤了很多 只有零零散散的哥布林在巡逻 凭借上一世的经验 夜眼很快便躲开了哥布林的巡逻 这点警戒力量 对于夜眼来说 几乎为零 而现在她的目标只有一个 便是早上那只辱骂妈妈 用那恶心眼神 看着她妈妈的哥布林 杀了但她走出去的时候才发现 原来她所在的地方 是地下巢穴 之前待的地方 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房间 上下连通 就如一个放大版的地下蚂蚁 巢穴隧道错综复杂 要是没有人带路的话 甚至很容易迷失在这里 但这一切对于夜眼来说 并不是问题 嘎吱嘎吱 真是太爽了 昏暗的走廊中 两只哥布林并排走着 嘴里在嚼着什么 仔细一看 似乎是人类手指一泪 哈哈是啊 不知道为什么 这附近的冒险者变多了 你是不知道 现在巢穴里面 一下子多了多少独力 真是太棒了 哈哈 不过我们还是要小心点 另外一只哥布林沉声道 最近那位专门杀我们的魂 但家伙好像来到了我们这里 什么大人听到 哥布林的话大惊 神情恐惧 仿佛是被某种 强大的力量支配着 不过他很快就放松了下来 怕什么 我们可是有将军啊 虽然话是这么说 但他的声音 还是在不可避免地颤抖起来 要是那家伙赶来 就让他有来无回 哈哈哥布林的笑声 戛然而止 伴随而来的 还有那清脆的骨折声 咔嚓 一道人影 忽然出现在哥布林的上空 落在他的脖子之上 等待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的脖子 便以360度旋转了起来 只是一瞬间的功夫 夜岩便干净利落地 解决了一只哥布林 几乎是在同时 世界之音 在夜岩脑中响起 恭喜你击杀了成年哥布林 基于你技能补食的效果 你获得了该哥布林的天赋 自我恢复 恭喜你击杀了成年哥布林 基于你技能补食的效果 获得一点力量 什么几乎在同时 在一旁的哥布林 刚一反应过来 举起大刀 就在要行动的时候 夜岩已经来到他的脚下 刷小腿用力一扫 直接让哥布林的双腿 失去平衡 往下倒了下去 喷也在同时 夜岩精准的膝盖 定在了他的喉咙处 废掉喉咙 当他发不出声音的同时 伸手对着其关键手腕一敲 大刀落下 没有犹豫 夜岩夺下哥布林手中的大刀 刷一刀灰落 哥布林头落地 没有如何花里胡哨 有的只是干净利落 世界之音再次响起 恭喜你击杀了成年哥布林 基于你技能补食的效果 你获得了该哥布林的天赋 自我恢复 恭喜你击杀了成年哥布林 基于你技能补食的效果 以获得一点力量 发现天赋自我恢复 重复自动统合为天赋 自愈的无视提示音 夜岩挥了灰手上的大刀 觉得挺合适的 于是将大刀别在腰间 寻找气味 再次向那哥布林找了过去 路上看到了透明的像果冻的东西 这是什么 夜岩将其那软绵绵地拿在手上 浮关膜也看不出所以然来 好像是类似果冻的东西 但却异常有韧性 不易被破坏 沉默了下 似乎并不适合荡武器 于是夜岩直接丢掉 在暗杀了多位巡逻的哥布林后 很快夜岩便找到目标 在角落内 哥布林正正在企图侵犯眼前的女人 之所以是企图 那是因为 那个女人已经清醒 正在反抗 该死为什么会醒来 哥布林正破口大骂 那些萨满 不是说到明天之前不可能起来的吗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不过无所谓了 哥布林舔了舔舌头 视线落女人那 丰满的飞机场 哥布林正傻了 之前那肥妹的胸部呢 去哪里了 她确定之前没有看错啊 怎么脱不来的功夫 不见了 身为低级哥布林的哥布林 正当然不知道 现在人类世界正在流行的女人 重大杀气 弥补天然上的缺失 根据某位创作这东西的人来说 果然巨乳才是 不过没有关系 哥布林的视线 落在了那肥妹的屁股上 只要能插就行 没错 哥布林 其实也真是一种单纯的生物 对于他们来说 这些人类 只有能插与不能插的区别 能插的 就要看外貌场的怎么样 而眼前的女人 长相自然是极 其出众的一类 虽然某方面 是比较贫穷就是了 不过没有关系 黑黑看着那一脸争鸣 淫荡为所缓缓走来的哥布林 克里斯一脸畏惧 坐在角落 感叹自己真是倒霉啊 为什么我会遇到这种事情 克里斯发出悲伤的哀嚎 现在的他 不知道为什么 一点力量都用不上 不要啊 只要只要让我恢复状态 我就能离开这里 不是他揣 他的职业可是盗贼 而且还是盗贼中的顶级存在 拥有满极隐秘技能 只要让他恢复状态的话 这里根本困不住他 至于为什么会被抓 这都是要怪那些蠢货 说什么 那种奇怪 五颜六色的果子 一看颜色那么好看 怎么会有毒 结果一吃一都不吭声 直接全部晕了过去 等他醒来的时候 就在这里了 难道他的下半生 就要在这里渡过了吗 不不要 沦为这些丑陋怪物的声誉机器了 这种事情才不要 像他这种美丽无敌 丰满绝世的美少 绝对会被这些哥布林 强制灌入那种 那种恶心的东西 克里斯双手抱胸 看着缓缓向着 他走来的哥布林 一脸绝望 谁不管是谁 都要救救我 不要谁都可以救救我 只要是人 以身相许都没有问题 嘿嘿 哥布林正一脸猥琐 露出猙獰淋的微笑 没有用的 就是你叫破喉咙 也没有人来救你的 说着 哥布林正舔了下嘴 就在要享受这 美味的果实的时候刷 一抹刀光 翘无声息地 从他的脖子划过 哥布林正在银档的笑容 凝固于脸上 趴下一刻 哥布林头与身子分开 掉落地上 随着世界之音的响起 宣告了哥布林正的死亡 恭喜你击杀了成年哥布林 给予你技能捕食的效果 你获得了该哥布林的 天赋力量强化 地恭喜你 击杀了成年哥布林 基于你技能捕食的效果 你获得一点力量 克里斯呆呆地看着 落在地上的哥布林 头这是怎么回事 几乎在瞬间察觉到 有人的克里斯 抬头看向角落站着的夜眼 如此的隐秘手段 直到刚才为止 他都没有察觉到 实在是太厉害了 而且 对方还是一只哥布林幼崽 却不可能 要知道 他可是隐秘技能点满的盗贼 对于气息隐秘 可是十分的擅长 为什么会输给 一只哥布林幼崽 哪怕他现在状态不佳 也不可能这样 这种技巧 不可能是一只刚出生的哥布林 能学会的 至于技能 就算有又如何 刚获得技能 没有经过一点的练习 根本不可能找他 懂了他什么都懂了 一定是冒险者公会的 顶级冒险者 在接到任务之后 利用技能伪装成哥布林 前行在巢穴里面打听情报 不然无法解释 这如此高超的隐秘手段 亦或是技能 会出现在一只哥布林幼崽的身上 这简直是匪夷所思 真是太伟大了 为了消灭哥布林 居然把自己伪装成丑陋 恶心邪恶的代名词 哥布林这种无私的奉献精神 真是令人敬佩 时间 克里斯向夜言投去 尊敬憧憬的目光 夜言皱眉 奇怪地看了 克里斯一眼 本来打算杀了哥布林直接走 但却被对方发现了自己的身影 就在考虑 要是对方有什么 行动的话就直接杀了他 的时候 却发现对方用这种奇怪的目光 看着他 真是奇怪 但单看了克里斯一眼 夜言没有犹豫 转身直接离开 回过神来 却发现这位大佬 居然要丢下自己 这个可怜又无助的美少女离开 这是人干得出的事情 就算不帮助一下 看到童族出现在哥布林巢穴 至少也应该问一下情况吧 可是没有 等一下大佬 克里斯没有犹豫 直接叫住了夜言 听到声音 夜言停下的脚步 面色疑惑 看向克里多 那那个能麻烦你带我出去吗 克里斯双手抱胸 企图用那贫穷至极的平板基础凹凸 依靠自己的美色诱惑大佬 却发现了他的凶呢 他那么大的凶呢 在出门的时候 他确定自己装了 那些男人还被自己迷得神魂颠倒了吗 怎么就不见了 难道是被这些哥布林带来这里的时候 丢了那可是 他花了大价钱买的呀 就这样没了 克里斯欲哭无泪 眼看他最得力的魅火攻击没了 也就没有办法利用美人剂了 克里斯心里苦 但克里斯不说 原本打算利用美人剂 让大佬带自己出去 要是有大佬带着他出去的话 那决定更加的节省时间 无视他吹 他有点怒斥 然而 那伪装成哥布林幼崽的大佬去 仿佛听不到他的话 帮子顾自走了 在这里下去 难道他要在这里逛一辈子 不不可以 这样想着 下意识的 克里斯抓住了叶炎的手 刷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叶炎的刀 就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啊大佬 我忽然感觉我可以自己走了 克里斯举起双手 不敢再随意乱动 生怕眼前的大佬直接砍了他 呜呜 他只是想要求大佬带飞 怎么这么难 叶炎皱了下眉眼 看着奇怪的人 没有小动作 便将刀放了下来 见叶炎的刀放下来 克里斯松了口气 看着没有丝毫犹豫 犹豫转身离开的叶炎 克里斯心中有些强失望 不知道他又要走多久才能回去了 哎他叹了口气 就在此刻 却见大佬回头来 大佬克里斯笑容花开 脸上堆满笑影 我就知道 你不会抛弃可怜又无助的美少女的 然后叶炎无视克里斯的笑容 没有丝毫顾虑的 从他的腰间抽出一把匕首后 就这样走了 克里斯的笑容僵硬在脸上 看着他拿到自己匕首 挥了挥匕首 露出满意表情的哥布林 他傻了 敢请他直接过来 就是拿他腰间上的匕首 不是为什么 那可是他全家宝啊 他身上最贵的东西 克里斯心里恐 克里斯不是 挨克里斯叹气一声 就当做救命钱吧 好在他家里还有一把 克里斯讲大了 这只哥布林又再记下来了 只是克里斯环顾四周 没有想到 他会被一个装成 哥布林的大老旧 而且还发现了一个 超级大的哥布林巢穴 这可是大发现 不知道冒险者贤会那边 会奖励他什么 不过现在 这种事情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离开这里 对此他可是自行 虽然实力弱了点 但是他可是顶级盗贼啊 不过在那之前 他还是要先恢复一下身体状态 再回去告诉冒险者工会 一想起回去之中 这情报带来的奖励 克里斯就干净满满 至于跟着他一起 被抓的同伴 那是什么东西 要不是他们 他也不会被抓 说到底也不过是 接了同一个任务的陌生人罢了 在那之前 也没有什么交集 根本不算什么 再说了 他的隐秘技能 只能对自己使用 要是身边跟着人的话 他不是在告诉哥布林 他就在这里嘛 他才不要带着累赘 也带不了累赘 所以一般执行任务 他都是一个人 只不过这一次特殊 然后被抓了嘛 没有人会为他人的失败负责 经常一起组队的队友 都会背叛 况且是这种临时组建的队友 那么就祝贺他们好运吧 华洛克里斯的身体 缓缓变得透明 到消失不见 就仿佛没有存在过一样 技能领身术成功 天黑灯亮 就如夜言悄悄地离开 夜言悄悄地回来 身上的大刀 被夜言藏在了床底下 用于犯法于未然 身边没有一把衬手的武器 总是不能让他安心 在之前他都是武器不离开手 来到这个奇怪的地方之后 不知道为什么 身上的武器就都没有了 并且 他的身子小了很多 皮肤也是绿色 从小没有经历过正常生活 一生都在训练暗杀中度过的夜言 直到现在都不知道 眼前他的这种情况 称之为穿越 也可叫做转身 转身成了哥布林 只当这一切是遇到了什么 至于匕首 则放在身上 用衣物遮掩 一位成熟的暗杀者 是不会让人轻易发现自身的武器 所以 与其是那种大刀 夜言还是喜欢匕首 这类容易藏起来的武器 却会让他暗杀潜入 更加的顺利 此时精灵还在熟睡着 银白的发丝 铺满整张脸蛋 两道浅浅的阴影 樱桃小嘴微微嘟起 像极了一个熟睡中 等待爱情降明的少女 夜言嗅了嗅身上的味道 在确定没有血腥味后 整个人化为影子 钻入了妈妈的怀里 晚安仿佛是在对自己说 又或是在跟别人说 夜言沉沉地睡去 自从来到了这里和妈妈一起 他已经没有失眠过 这样的日子 夜言很是享受珍惜 呼呼呼不到片刻的时间 夜言便沉沉地睡了过去 然后精灵缓缓地睁开眼睛 红宝石般的双眸 倒影着一只可怕的哥布林幼崽 他的孩子只需要缓缓伸出手 放在他的肩膀上 就可以杀了他 没有中巫术的他 完全能杀了眼前的哥布林 可是他办不到 要是再办得到 他早在第一夜 就已经杀了他了 他刚才是干嘛了吗 精灵带着疑惑 再次进入梦乡 是谁可恶的家伙 一大清早 夜言便被一群哥布林 的叫喊声叫起来的 他缓缓地睁开眼睛 映入眼里的是 雪白如瀑布垂落的法丝 以及妈妈那绝美的醒望 恩夜 严枕在精灵的双腿上 似乎是想用他那绿色 而又丑陋的脸 挤出笑容 却发现自己做不到 无奈 只能选择用生疏 不熟练尖锐的声音 用精灵语喊出妈妈 早上好恩 早上好一滴泪水 从妈妈的脸颊滑落 夜言伸出手轻轻 擦了擦妈妈的脸颊 妈妈你哭了没 精灵哽咽得摇了摇头 夜言本打算说点什么 却被一道刺耳的声 因打断畏畏畏 不准误视我 见此夜言皱了皱眉 扭头望去 才发现 铁门之外 站着三个哥布林 其中两只 正是之前的那两只 另外一只 少了一只耳朵 说 是不是你杀了哥布林 正杀夜言看了妈妈一眼 准备起身 杀了外面那些 打扰他和妈妈相处的 哥布林刚想要 从妈妈的戏诊上离开 却被妈妈按住 累了睡了 铁门之外的独眼哥布林 被夜言搞瞎了一只眼睛 还躺在那雌性腿上 立刻气急败坏到 你这该死的小鬼 居然敢无视我 你以为这样你 就能保护好你母亲 哈哈哈哈 独眼哥布林哈哈大笑 面色猙獰 你的母亲 马上就要够近期了 你也要脱离幼年期了 到时候嘿嘿 独眼哥布林 入出淫荡的表情 挑了挑舌头道 你的妈妈 马上就要给你生其他的兄弟了 到时候刷 一颗小石子 突然从他的脸颊飞过 紧接着独眼哥布林 便见到了夜言 那冰冷至极的眼神 该死独眼哥布林大怒 给我把门打开 今天非要杀了这小鬼 独眼哥布林握着铁栏 目子欲裂 仿佛要将夜言生吞活泼 够了也在此时 哥布林萨满沙缓缓走了 这件事已经调查清楚了 是昨天抓到的 其中一只雌性干的 现在他跑了 你们与其在这里 欺负一个小孩 还不如去抓那只雌性 是独眼哥布林 本打算说带点什么 但立刻被哥布林萨满打断 怎么你是在质疑我 不我没有 独眼哥布林咬牙低头 要不是看在这 哥布林和将军走得那么紧 他会怕可恶 那还在这里干嘛 哥布林萨满沙 一脸严肃 还不去找 是三哥布林点头 我们去找 眼看三只哥布林离开 哥布林萨满他那东西 在走之前看了夜言 实在是太会热手 或许这就是王八老二 难道就这么算了 独眼哥布林不爽啊 那能怎么办 我不甘心啊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 再过几天 那只精灵就要送去返眼房 按照那奇怪 哥布林又踩着性 肯定会和我们起冲突 到时候 哥布林二嘴角上扬 笑道违反了 哥布林将军的定下规矩 他不管我们 做什么都不会管罪 到时候 我们根本不用留情 直接了那小子 主眼哥布林 焕然大悟 不我要打残那奇怪 哥布林 断了他的四肢 哥布林二睁大眼睛 露出猙獰的笑容 然后 让他眼睁睁地看着 他保护的妈妈 被我们欺凌了 好好好听到 哥布林二的体 独眼哥布林眼前一亮 心中充满了 填不完的欲望 到时候 我要狠狠地欺凌 哈哈哈哈 走走走 现在我们先去找几个 磁性练习一下 好好好 我记得之前 不是抓了一批好东西 黑黑三哥布林 露出淫荡的笑容 向着反眼房走去 这天晚上 睡前维多利亚 安多米尔 精灵少女 用着红宝石般的眼睛 满是期待 看着夜言 似乎是鼓励着她 再说一遍 维维多利亚 安多米尔 夜言用着 别搅的精灵女 重复着妈妈的话 嗯是的 维多利亚 安多米尔 是妈妈的名字 精灵少女 伸出白皙修长的手指 指了指自己 红宝石的瞳孔 缓缓地说道 名字听到妈妈的话 夜言眼前一亮 她的妈妈 终于有名字 维多利亚 安多米尔妈妈 这是夜言出生以来 第一次得知 精灵罗莉 她妈妈的名字 也是之前为止 唯一一次 在此之前 妈妈就是妈妈 没错 这是我妈妈的名字 维利亚与其温和 细心地教导着 夜言精灵的语言 或许她在内心之中 也希望着 自己能从这里出去 回到精灵国度里去 和夜言一起 在精灵国度里 一起生活 所以才叫夜言精灵女 虽然她知道 这一切是不可能的 但万一呢 在这昏暗 满是恶臭的巢穴 要是连这微小的愿望 都没有的话 那么她实在不知道 该怎么办 夜言并不知道 她的妈妈 维多利亚在想什么 对于她来说 只要是妈妈在的地方 一切都无所谓 夜言怎妖 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 答应不是很简单吗 只要从这里出去 可是外面那些绿皮怪物 似乎并不想要妈妈出去 真是遗憾 只能全杀了 到时候不就能出去吗 暗杀她最在行往 哥布林多没有关系 只要是生物 便没有杀不尽的时候 夜晚很快来临 四周油灯亮起 看着熟睡的妈妈 夜言微微一笑 就在要离开的时候 睡梦中 母亲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一双纤细仿佛一折 就会断了的手 紧紧地握住夜言的手 不不要 睡梦之中 维多利亚嘴中 嘻喷着什么 不要再干蠢事了 没有事的 妈妈夜言轻声细语 试图安慰 但是没有用 妈妈的手抓了更紧了 最终 夜言没有出去 干掉那独眼哥布林旧 让她多活几天 夜言如此想着 躺回了维多利亚的怀中 妈妈二姨的孩子好可爱啊 妈妈 能不能给丽亚生一杯啊 睡梦之中 维多利亚眼角挂着 晶莹的泪珠 自言自语道 妈妈 你说 利亚未来生下的孩子怎么样 哼 我们精灵一族 就没有长得丑了 利亚的孩子 绝对和利亚一样好看 再说了 就算不好看 有又怎么样 那也是利亚的孩子 也不知道利亚的真命天子 在哪里睡着 维多利亚怀中的夜言 听着妈妈的梦话 很是高兴 妈妈喜欢漂亮的孩子 难道妈妈是在夸自己 好高兴 夜言不知道自己好不好看 也不在乎 但唯独在意 妈妈对自己的看法 之前她还在担心了 只是妈妈 似乎也不太愿意接近她 是为什么呢 一样的疑惑 夜言进入了梦乡 狭窄冰冷的房间 巢穴的深处 有时不时有水滴落下 几天过去 意气如常 维多利亚一如之前 纳扳着黑面包 手放在夜言的头上抚摸着 下一刻察觉到什么的夜言 从维多利亚的膝枕上起来 瞬间做好了战斗准备 咚咚咚 也几乎是在同时 外面响起了敲门声 一对哥布林 从门口外走了进来 不用多说 也知道是来带人的 至于带谁 也无须多眼 在一群哥布林进来的那一瞬间 维多利亚身体一颤 恐惧如潮水般 想象着他涌来 这一天终于到了 无数赤裸裸的视线 落在他的身体上 嘿嘿 不用我多说出来吧 猥琐的独眼哥布林 舔了舔舌头 面色阴险 猥琐到哥们 可是期盼了好久了 哈哈哈哈 小子也可以跟着过来 跟着过来 看我们如何玩弄你的母亲 哈哈哈哈 独眼哥布林的话 立刻引起了 其他哥布林的笑声 他们对于这个奇怪的 哥布林幼崽 可是恨之入骨啊 毕竟在那些死掉的 哥布林幼崽中 不少是他们的孩子 虽然他们哥布林一族 不重视血脉关系 但这不代表 他们的孩子 可以随意被当猪崽屠杀呀 听着这些人污秽的言语 看着这些人争鸣的面目 此刻夜言看他们的眼神 犹如在看死人 其实对于他人的侮辱 夜言并不在意 但唯独他的妈妈 他绝对不允许 这些哥布林侮辱 夜言想要上去 却被维多利亚拉住 妈妈夜言回头 一脸疑惑地看着妈妈 乖在这里等下 维多利亚从那影恐惧的 僵硬的脸上 起出笑容 在这等着 妈妈妈妈等下就回来 回来听到维多利亚的话 众哥布林大笑 哈哈 现在 你能这么从容 等一下老子 要让你在我的胯下唱争处 哎 哥布林老了 老哥布林哈哈大笑 但是设上十几发 是没有问题的 哈哈 老东西 你再说一句 夜言瞪大眼睛 想要上去杀了这些 侮辱他妈妈的怪 然而 老哥布林丝毫没有在意 夜言的威胁 反而嘲讽到怎么 你是想要打我这个老家伙 我可警告你 我们现在是按照 将军大人的命令办事 要是你敢阻拦 就不要怪我们 不顾同族之情了 说着老哥布林 用墓杖狠狠敲击地面 一脸严肃 难道你真的以为 你一个人可以对抗 我们这么多哥布林 对抗整个巢穴 你的好妈妈 这是在保护你啊 一旁的独眼哥布林 对着夜言嘲讽大笑 倒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地 观照品尝你的母亲 独眼哥布林 幸灾乐祸 看向夜言 只是可惜了 现在的夜言 一直低着头 看不出去什么 也没有那种可笑的表情 走在前面的维多利亚 回头看了夜言一眼 再发现 夜言没有做啥事之后 不由地松了口气 至少这样的话 她的孩子能活下来 在这三个月的相处中 维多利亚知道 这孩子十分地亲近她 并且很听话 基本让她做什么就做什么 甚至可以 不能说是亲近 应该说是依赖 不知道为什么 或许是因为她是她的妈妈 可是哥布林中 似乎并没有母亲的概念 想起来之前夜言的所作所为 她又无法将夜言 当成普通的哥布林看待 真是奇怪 或许是 发现了所谓的变种 也说不定恰恰发生在她的身上 该说是幸运的 还是幸运的 好害怕她知道的 只要她开口的话 好害怕她的孩子 就会冲过来救她 好害怕 但是这样的话 她就会死 她们是不可能跑出去的 在这满是哥布林的巢穴之中 哪怕是传说中的 即冒险者 恐怕都没有办法了 既然这样的话 哪怕一个也好 只要让她的孩子活下去的话 也行可失位 你在干嘛 独眼哥布林见维多利亚 走路慢通通 不由得大怒 还不走快点 妈的等下有你好看的 独眼哥布林填了填舌头 眼神微眯 黑黑好害怕 维多利亚闭上眼睛 缓缓地加快了速度 虽然下定决心 但想起那地方 她的腿便不自觉地颤抖 该死得让你走快点啊 心急想要品尝美味的 哥布林大怒 举起手就在要拍到精灵的时候 刷那只手臂 在维多利亚的面前飘过 然后掉落在地上 喷鲜血洒落在地面上 刺耳惨叫 在洞穴里回荡 阿哥布林捂着手 整个身体卷缩在地上 痛苦地惨叫着 她几乎是在下一刻 一抹刀光闪过 哥布林的脖子 出现一条血迹 惨叫声也戛然而止 世界之音 几乎是在同时 在夜言的脑海之中响起 恭喜你击杀了哥布林 基于你技能捕食的效果 你获得了一点力量 我不会让你们带走我妈妈的 夜言手拿着匕首 面色冰冷 杀气四溢 疯了不成 一旁的老哥布林 见此大怒 她期待很久的 享受精灵的机会可不多 这可是 她这把老骨头 拨出性命才争取到的机会 要知道 现在外面还有很多的哥布林 排队等着享受着美味的精灵 现在 却被一只曲曲的哥布林又在打扰 既然她先动手了 那么老哥布林也没有犹豫 魔力凝聚于法杖之上 湿气散发淡淡光芒 为你的行为感到后悔 去吧 就在老哥布林法杖即将回落之时 一抹刀光闪过 那双拿着法杖的手 在空中飘荡 怎么扑喷 因手臂被断陷入呆滞的老哥布林 剧烈的疼痛 还没有传递到她的脑中 在她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夜言已来到了她的头上 暗下 狠狠将老哥布林的头颅砸在地上 咔嚓骨头撞击地面 发出骨头军裂的声音 没有听到那神秘声音的夜言 没有犹豫 手拿匕首 在老哥布林的脖子上划过 恭喜你击杀了老哥布林 寄予你技能捕食的效果 你获得了一点魔力 恭喜你击杀了老哥布林 寄予你技能捕食的效果 获得了该哥布林的技能火球术 一瞬间场上一片寂静 众哥布林呆呆地看着夜言 短短一瞬间的攻击 居然瞬间解决了两只成年哥布林 并且其中一只还是身经百战 会使用魔法的老哥布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谁也不能从我身边带走妈妈 夜言缓缓站起来 面色冰冷家伙 独眼哥布林原本想要生气 却忽然想通了 大笑道 违反将军命令 杀害同胞 你以为你能逃出去 你以为你能活着 给我上拿下 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 听到独眼哥布林的命令 身后的哥布林嘎吱嘎吱地被冲了过来 在独眼哥布林眼中 此时的夜言已经是死人了 毕竟 他一个人有这么可能将在场的哥布林 独眼哥布林瞪大眼睛 震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这这不可能 当众多哥布林 向夜言发起进攻的同时 只见夜言不进反退 随后居然消失在阴影之中 大家知道地在哪里 哥布林震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视线四处寻找 却找不到一丝夜言的踪迹 不他们不可能找不到 身体素质远超乎长 这些哥布林的夜言 在速度方面 也不是现在的他们能够弥弥 刷银色刀光 在昏暗的巢穴中闪过 一颗头颅便飘向空中 刷不断地 无断地只要夜言的身影出现 便意味着 一只哥布林的死亡 逐渐地就是 一向你残忍为名 的哥布林 也对此产生了恐惧 他们想要离开 但当他们后退一步的时候 死神便已经靠近了他 然后死亡 恭喜你击杀了哥布林 基于你技能捕食的效果 你获得了一点力量 你的力量 已经达到此阶段上限 无数提示音 夜言继续猎杀 恐惧在众多哥布林 之中蔓延 毕竟谁都不想要 面对一位找不到 不着的敌人 树式哥布林 全都葬送在了夜言的手上 数不尽的力量 自他的身上涌现 脚踏哥布林尸堆 聆听着世界之意 感受身体的力量 夜言缓缓地闭上眼睛 恭喜你击杀了哥布林 基于你技能捕食的效果 你获得了一点速度 你的速度 已经达到此阶段上限 恭喜你击杀了哥布林 基于你技能捕食的效果 你获得了一点体质 你的体质 已经达到此阶段上限 恭喜你已超乎常理的速度 达到幼年阶段力量 让体质速度上限 星空之上 正在统合你的成就 残杀同毒的罪孽 已记录于星空之上 恭喜你获得特殊天赋 极限突破 达到上限 夜言睁开眼睛 握了握手 他确确实实能感受到 有一股什么东西正在阻止他 限制他的力量 不过这些夜言并未多家里面 他缓缓低下头 一双冰冷至极的双眸 凝视着独眼哥布林 怎么怎么会这样 独眼哥布林大惊 为什么这家伙 明明是在幼崽阶段 为什么还能这么强 这这不可能啊 然而这恐怖的威亚 是怎么回事 他只有在将军的身上感觉到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他不是低级哥布 灵吗 为什么会有这种 上位种才有的威亚 这这一时之间 独眼哥布林冷汗直流 与生俱来的本能 都在告诉他 眼前这哥布林不肯定 我不是故意的 独眼哥布林 将维多利亚推了过去 给你都是你的 此时的维多利亚双眼猛逼 他的孩子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厉害了 妈妈你等着 马上就结束了 叶炎这句话 是用精灵语说出来的 故此 维多利亚听得懂 孩子不 维多利亚想要阻止 试图抓住叶炎 要是再让叶炎杀下去的话 那么哥布林巢穴之中 将再无叶炎的容身之所 要是这里都没有哥布林 接待叶炎 他的孩子 外面就更加不可能 哥布林 不管是对于任何的种族来说 都是极其厌恶的存在 但没有用 此刻叶炎的脑海之中 只有将他们这些哥布林 全都杀刷 叶炎一个起义 便已经到了独眼哥布林身边 求求你饶了我 都是我的错 感受到叶炎那压倒性的实力 独眼哥布林一脸恐惧 跪地求饶 基本没有了和叶炎战斗的想法 但这种求饶 对于叶炎来说 没有一丝的作用 叶炎无视 就在要杀了这只哥布林的时候 一道黑影忽然出现 挡下了叶炎的匕首 并且从对方的力量来看 对方实力远远超过了他 没有犹豫 在对朋友之后 借助反作用力 叶炎快速拉开距离 并且立刻企图消除气息 隐秘于黑暗之中 但没有只是片刻的功夫 很快便被锁定 果然没有办法 这种技巧 对于一些 没有什么战斗技巧的低级哥布林 行得通 但对于眼前的哥布 灵却没有一丝的作用 杀手一旦被发现 便很难再消失 所以才会要求一击必杀 当然 也有一部分原因 是这副身体的缘故 忽叶炎深呼一口气 放弃了隐秘 全身细胞绷 注视眼前的来人 只见来者哥布林 身穿一身铠甲 手拿白银大剑 眼神冰冷 直视眼 你就是最近搞得沸沸扬扬的 那只奇怪幼崽 实力上确实恐怖 哥布林骑士嘴角上扬 饶有兴趣地打量起了夜眼 我在你这年纪的时候 实力连你的一半都没有 恐怕巢穴之中的 也只有将军小时候和你匹敌了 哥布林骑士 哥布林内归属于高级物种 是接近直属骑士的存在 骑士大人 独眼哥布林见到哥布林骑士 仿佛见到了救星 扑上去就是一顿扑诉 控诉夜眼的残暴 骑士大人 你终于来了 你不知道这家伙到底有多可恶 看看了这里死了多少的同胞 都是这家伙杀的 刷独眼哥布林还没有说完 只见他的影子 居然奇怪地蠕动起来 下一刻夜眼 从他的影子出现 敌手对准他的脖子打 一把白银大剑挡在中间 与夜眼敌手对碰 发出清脆的响声 你想要在我的面前杀人的 哥布林骑士 眼神微眯 语气极为不善 哪怕是被将军看中 但是这未免 也太嚣张了吧 布林骑士握紧手 中枪用力一挥 下一刻 夜眼只感觉 一股恐怖的力量转来 砰整个人倒飞而出 撞到墙壁之上 孩子见此 维多利亚担忧上去 立刻为夜眼施展自愈魔法 不要刚一挥复过来的夜眼 想要上去 却被维多利亚 拦住不要 你是打不过他的 维多利亚抓住夜眼的手臂 哭着拜托 这二三个月的相处 他早就已经将夜眼 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哥布林骑士 哥布林高阶物种 是哥布林将军直属骑士之下 第一哥布林高级物种 远不是现在还是幼崽 并且是低级哥布林的夜眼 所能打的 害者杀害高级哥布林 可是重罪 妈妈别哭 原本杀气腾腾的夜眼 在见到哭泣的母亲后 不由的心中一疼 伸出手染满血迹的手 为其擦拭脸珠 再碰到脸颊眼角的刹打 维多利亚的身体一颤 见此夜眼缓缓放下绿色的爪子 就在这时 爪子被抓住 夜眼并未发现不对 专心致志地为其擦拭泪珠 只是为什么越擦越红呢 哈哈 没错 哥布林骑士 似乎听得懂精灵女 嘴巴上扬 笑道 现在的你 是不可能打得赢我的 所以 趁着我好说话 从那精灵身边让开 今天他无论如何 都要去反眼方 可是有很多的哥布林在等着 哥布林骑士化威落下一刻 夜眼的身影 便出现在他的身后 搭面对夜眼的攻击 哥布林骑士一脸从容地挡了下来 还做出了评价 不错嘛 力量提升了不少 是因为什么呢 哥布林倾向之间 挡住了四周来自夜眼的攻击 是我说了那精灵的事情了 感觉到夜眼力量的提升 哥布林骑士 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忽然想到了什么 倒在不来杀我的话 你妈妈就会死 我会杀了你 话若夜眼没有再多言 取而代之的 是平凡仿佛狂风暴雨般的攻击 向着哥布林骑士 倾斜而下 但没有用 这些攻击 都被哥布林骑士一一挡住 喂喂喂 你也差不多该知道的吧 哥布林骑士 露出得意的微笑 这种攻击对我来说 根本一点用都没有 面对哥布林骑士的挑衅 夜眼没有多言 不断不断地增加攻击频率 直到这如雨点般的 接不断地攻击 甚至开始让哥布林骑士 都有些动人 心中不得大惊 喂喂喂 这家伙 难道没有极限了吗 不过是幼崽 居然就有如此的力量 真是太可怕 但也到此为止了 像你这种低级哥布林 就算再有天赋又如何 在我们高级哥布林面前 就是蝼蚁 刷碰 哥布林骑士用力一回 找准破绽 直接朝夜眼的心脏触刺 好在夜眼匕首及时回防 挡住了哥布林骑士的攻击 但强大的力量 还是直接带着夜眼 整个哥布林飞了出去 撞到了墙壁之上 刷几乎是同时 一抹刀光从夜眼手上闪过 但目标并不是哥布林骑士 喷只听一道西红柿 炸裂的声音响起 哥布林骑士皱眉 回头一看 发现那只独眼哥布林 已经被一把大刀爆头 直接死亡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难道刚才的攻击 都是在引流他转移注意力 不错吗 居然能在他的眼皮底下杀哥布林 眼前的哥布林又在前途无量了 不过这又如何 碰也就在他如此想的时候 一股可怕的力量 拨动自夜眼体内传来 让一只从容不迫的哥布林骑士 心神都为之一颤 这是怎么回事 此时世界之鹰 在夜眼击杀了那独眼哥布林之后 就一直在想着你 又停下来 恭喜你击杀了哥布林 基于你技能捕食的效果 你获得了一点力量 你的力量突破极限 开始突破种族阶段限制 正在申请 申请失败 正在申请 申请失败 正在申请 申请失败 申请成功 以凭借自身力量突破的界限 你从幼年期进化成了成长期 你的阶段上限得到了提升 基于你是三属性极限突破 你将获得额外奖励 你的奖励开始积累 你依靠着自己的力量 突破了上限 你的属性得到了强化 赋予天赋魔力清和 赋予天赋魔力 操控地受特殊天赋王之种效果 你的成长路径 发生了轻微的偏移 雅兹随着这一生震撼世界的巨响 整个空间仿佛都在颤抖 在夜炎的身体周围 倒倒电光 如同灵蛇般疯狂游走 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刺的人睁不开眼睛 电光之中 一股庞大的魔力因子 如同洪流般汹涌而来 将夜炎的身体彻底淹没 这股魔力强大而神秘 让人无法窥视其真面目 在这股魔力的作用下 夜炎的身体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原本矮小的他 此刻仿佛被注入了新的生命 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拔高 从原本的不足一米 瞬间成长到了惊人的一米四 他的身体线条也变得更加流畅 绿色的皮肤在电光的映照下 显得更加光滑性 那原本勾楼的腰杆 此刻也变得挺拔有力 仿佛能够支撑起整个世界的重力 他直直地站立在大地之上 抬头挺胸 顶天立地 气势非凡 原本的满嘴错乱的鸟牙 此刻也恢复了正常 整齐的排列在口腔之中 显得异常锋利 此刻的夜炎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本质还是哥布林 那长长的绿色耳朵 是哥布林的象征 只不过 此刻的他们 已经不再显得那么吓人 而是增添了几分独特的魅力 居然突破了 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旁赶过来的哥布林 见到夜炎突破到了成长期 大为震惊 瞪大眼睛 吓得脸都绿了 其实 突破成长期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多数物种 都会从幼年期迈向成长期 而成熟期则不一样 并不是所有的哥布林 都能迈入成熟期 简单来说 成熟期并非成长的阶段 而是一种境界 而成长期不同 虽然也是一种境界 但这种境界很微乎其微 很容易随着成长突破吧 所以 迈入成长期并没有什么让人惊讶 毕竟所有的物种都可以 只是这动静也太大了点吧 我们突破了幼年期 也没有什么动静了 何止是没有什么动静 我是睡一觉 然后就突破了 哪里像他这样 还有他居然直直站立了 这才是他们最惊讶的 毕竟低级哥布林 一般都是弯着腰 腰是直不起来的 一般越是低级的哥布林 弯腰的幅度也越大 而眼前的哥布林 居然抬头挺胸 这完全就是高级哥布林的样子 可之前除了战斗力惊人之外 完全没有高级哥布林的椅子 其他哥布林 对于夜言一头雾水 一旁的哥布林骑士 却再清楚不过了 看着眼前的哥布林 哥布林骑士眼神微眯 从将军给出 并且他自己判断的结果 眼前的哥布林 确定是低级哥布林 但很明显 这不是低级哥布林 该有的突破动静 就是他也没有这个牌面 恐怕也只有将军 哥布林的顶点 才有这样的动静 这便是将军觉得有趣 让他过来的原因吗 果然奇怪 这又在 哥布林其实并没有 打扰夜言的突破 而是一脸期待地看着 此时站在一边的维多利亚 捂着小嘴 瞪大眼睛 看着眼前大变化的孩子 心中怀疑 这真的是他的孩子 从他的身上 他居然看出了点精灵的影子 无不可 不过 哪怕不了解 哥布林一族的维多利亚 也清楚地知道 眼前夜言的突破 绝对不寻常 事实上 种族在突破阶段 也就是成长期的时候 一般不会有太大的动静 甚至有些生物 在每天睡一觉就过去了 除非该个体在种族之内 是天赋极高 或者超乎其他个体的存在 进行突破 虽然他是想到 他的孩子超乎寻常 也明白突破的时候 会有点动静 通常这种突破 都会带来明显的种族进化 但是他没有想到 会这么大 要知道 这也才堪堪突破 幼年期迈入成长期 就算是他的姐姐 被誉为精灵国度第一天才 也没有如此大的动静 他的孩子似乎了不起过头了 轰隆隆 此刻身处 哥布林巢穴的重哥布林 并未察觉的是 外面的天变了 轰隆隆天际 传来震耳欲聋的雷鸣 如同愤怒的巨兽在低吼 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灵 乌云如泼墨盘迅速汇聚 将天空染成了一片漆黑 仿佛预示着 即将有大事发生 早就已经来到外面的哥布林将军 将军深吸一口气 抬手间 一股强大的气息 自他体内爆发而出 瞬间将周围的气息 压制得死死的 顿时那原本肆虐的乌云和雷铁 仿佛失去了方向 开始在空中盘旋挣扎 渐渐地 他们失去了原本的威势 变得越来越微弱 最终自动散去 转眼间 天空再次变得勤王起来 阳光洒落在大地之上 仿佛一切都未曾发生过 将军一旁的哥布林萨满沙 十一片刻 到如此大的动静 我怕其他族群 特别是这附近 还有一个人类国家 甚至冒险者工会 所以你想要说什么 将军目视不远 前方沉声道 我们是否要搬迁 或者让下面的哥布林收敛一点 哥布林萨满沙停顿了下 接着到 最近听说是失踪的人太多 那冒险者工会有了行动 甚至那被称为 哥布林杀手的人 也听到动静了 到了这附近的冒险者工会 在听到哥布林杀手的时候 哥布林将军 面色明显变化了下 眼神之中闪过一丝追忆 不过这些很快 便被他压了下来 隐藏在最深处 并未让任何哥布林察觉到 还有 听说精灵国度那边 也有了小动静 一直由纯种精灵 带领的半精灵队友 正在向我们这边赶来 哥布林萨满沙 打算再说点什么 劝说将军 在王城长起来之前低调一点 毕竟有太多的种族盯着他 之所以不管不理会 没有采取种族灭绝的行动 则是因为他们族群 没有颠覆性的力量 对于那些绝世强者 又或是王来说 根本不足为惧 但有了王 一切都不同了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搏 哥布林将军摇了摇头 打断了哥布林萨满 杀的话一切正常即可 可是哥布林萨满迟疑 想要再说点什么 却被哥布林将军的眼神吓退 只能无奈点头 是走吧 是不是去看看 那个小家伙 到底成长得怎么样了 哥布林将军 看了遥远城镇眼 很快便走回了洞穴 哥布林萨满不知道 将军到底在想什么 种族子民 并非完全臣服于王 人类如此 精灵如此 龙翼或是如此 更别说他们邪恶代表的 哥布林了 不此 种族子民一般分为三种 王首中立自王 说他是王首一派的 却又不顾及王的安全 嚣张形势 现在甚至吸引了 冒险者公会的注意 说他是自王 想要杀了王 取而代之自己成为王一派的 却一直保护着王 没有泄露王的身份 甚至为其成长铺路 挨哥布林萨满沙叹息一声 摇了摇头 走入了巢穴之中 看到不能依靠将军 自己这边也要有所准备 一起都是为了王 北风帝国临下领地 在人类领地中 北风帝国统治下的 零下领地内 一片宁静的日常生活 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 天空原本明亮的蔚蓝 忽然变得昏暗 仿佛被一块巨大的黑幕笼罩 整个世界都被笼罩在了 一片压抑的气氛中 人们纷纷从各自的忙碌中 抬起头 望向这片突如其来的黑暗 他们的脸上 写满了瘾火和惊恐 仿佛在这片黑暗中 看到了某种未知的恐惧 在人群中 一些人类强者 或者那些有着丰富见识的智者 他们的脸 尚却露出了复杂的表情 他们知道 这种突然的天色变化 是某种特殊个体突破的显现 这种显现 可能是某种强大的魔物 或者是其他未知的存在 正在觉醒 但这种规模 怎么看也不是栽阳几个 不过他们知道 恐怕这里未来不会太平 这样的存在 帝国是绝不会放人不管的 一定会派遣强大的军队前来 解决这个危险 至于他们 就少多管闲事了 有实力的 还不如接几个委托 到时候 要是真发生了战争 也有钱逃跑 此时冒险者公会 哎呀 看来又有灾厄级别的魔物 要出现了 一位带着黑色法师帽的女子 菲奥娜 看着外面的天空 语气轻松倒 也不知道这一次发现 好发能给多少金币 浑身肌肉的大汉 比塔喝了口酒 爽莽笑道 你们也真是的 就算是突破的灾厄级魔物 也具备屠成的力量 不可以轻易掉以轻心哦 一旁的艾米丢嘴脸 一脸郑重地告诫蓝散的两人 试试试菲奥娜比塔 两人点头 只不过从这种规模上来看的话 也不是什么厉害的灾厄吗 真是的莫里斯大哥 你快说他们两个啊 艾米朝着身边 一位浑身穿着铠甲的人喊吧 然而莫里斯 仿佛没有听到她的话一般 一个人呆呆愣住 如果细看的话 可以看到此刻 莫里斯浑身都在颤抖 那头盔之下的双眸之中 瞪大老大 神情满是不可思议 这这难道是不 不可能哪怕是在遥远的历史 哥布林那种存在 也只出现过一只哥布林王 但这种存在 不是早就被各族脚杀了 为何还能存在